一、二、唱出三个 长斌加佐湾少年合唱团团员们 在老师的指导指挥下认真进行排练 希望这次参加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开幕演出 能够完美并获得掌声 很开心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 然后也很开心 老师会愿意拉我们毕业生回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希望我们每个人站在舞台上都可以展现自己 国家音乐厅是大舞台 所以会比之前的表演会更加紧张 那这样怎么准备 是要更加强练习 因为这次的舞台会比较大 长斌加佐湾少年合唱团特别受邀 参加7月28号在国家音乐厅 集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开幕演出 将演唱四首阿妹组歌谣 合唱团特别邀集 长斌国中在校生及毕业生组成 希望让偏乡的孩子们 有机会在国际音乐生会中 展现美声及自我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曾经是很棒的歌手 然后最后也许不再唱歌 也许没有机会在其他学校可以继续表演 但他们回到这里重新累积音乐 重新爱上音乐 重新享受那种突破困难的过程 因为每一次累积和声 每次累积歌唱 每次练唱都是一个一直往前走的过程 就像人生一样 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 TICF是全亚洲最大的合唱音乐盛事之一 今年将迈入第二十四届 涵盖二十多场音乐会 四项合唱专业课程 以及第六届台北国际合唱大赛 长斌家族安少年合唱团 主要有阿美族少年组成 本次收邀开幕演出 令青少年团爷们感到兴奋 并期待到时能够完美演出 颜色新闻访问 台中长斌采访报道